音樂 音樂 所以我從國中畢業之後 就開始到山下求學讀書 當然一開始從山上下去 真的很不適應都市的生活 因為畢竟習慣在山上這樣 比較悠閒 甚至是比較慵懶的步驟 但是在山下真的是 各式各樣的壓力 以及不舒適都會面對 大學畢業之後 那個時候其實是我的一個轉折點 我在想說是不是要準備回山上休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繼續求學 甚至是往音樂演藝方面去發展 當然一年退伍之後 真的要面對這個問題了 後來我真的是考慮到 父母親的身體這個狀況 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年紀 所以在我們山上有很多農事 是非常的危險 真的是非常出眾 所以在當兵退伍之後 我就 毅然決然的放下了 音樂這個部分 就回山上工作 從退伍到現在 我已經三十幾歲了 大概有八年左右的務農 那當然其實我們從小 像我的家庭從小就是務農的 其實我們對農事 都有基本的底子 所以其實投入務農之後 很多事情都可以上手 我從小就有務農的底子 所以到現在 我覺得就算做什麼 會累會痛會怎麼樣 其實過了就過了 可以適應到 第一點就是可以幫助到爸媽 那第二點就是其實 也可以用自己的勞力 現在身體還很好的時候 也可以賺取一些金錢 來做一些儲蓄 我這邊要鼓勵 我們一些年輕人 如果可以回來的話 盡量回來 第一個就是 我們如果你是在山上生長的 你家裡的土地 你一定要好好的 保管傳承以及繼承 因為其實真的 我們有自己的土地 因為我們可以好好的生存 甚至是好好的去發展 不管你是要走觀光 還是走農業 都可以做一些結合 以及配合 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的土地 一定要好好的保存 第二個就是可以回來的話 可以幫忙父母親 分擔一些農事 因為其實父母親 獨自在山上這樣工作 做農 非常的辛苦 如果你在外面 覺得可以了 可以回家 孝順一下父母親 幫忙做一些農事 甚至是分擔一些家裡的生計 都是很不錯 我是這樣鼓勵大家 저는本來的 是天啊 исл闖 感客